女婴哭声响亮看起来很有活力 但其实她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成长过程 手手以下缺损没有左脚 女婴右立出生前陆续进行12次的超音波缠检 多次检查诊所都表示没有异状 并未发现有先天四肢不健全的情况 父母悲痛质疑诊所业务过失 对进行超音波检查的诚信院长提出控告 并向诊所求偿800多万元医疗费用 日前判决结果出炉业务过失的部分 法官认为并不是全部的胎儿异常 都可以借由超音波缠检发现 因此判定无罪 民事部分也判定败诉 为了宝贝女儿的幸福 有利父母还没有放弃希望 已经委托律师上诉 努力争取反败委身的机会 为了提供女儿最好的医疗资源 努力奋战到最后一刻 记者综合报道 对于既然多数码但是